因為我跟你講 國民黨不要忘記了 為什麼你在去年 本來是一個大好的形勢 到最後是被人家 直接按在地上摩擦 我跟你講 就是因為你在統獨這一塊 你完全不知道自己 該站在什麼立場 現在很簡單 既然多數民眾817萬人 都選擇要這樣幹 我們順從主流民意 我們就讓主流民意去試試看 我比例講 既然我們台灣是個 自由民主社會 我們靠選票決定一切 同樣的修憲也是一樣 現在既然多數人決定這樣 我們就讓多數人的決定 成真看看 看到底台灣是會危險 還是不會危險 是不是會發生怎麼樣的狀況 也許一切都很好 我覺得我們尊重民主的結果 國民黨這次 千萬不要再當煞車皮 更應該提出 比他們更先進的版本 我覺得這樣國民黨 才能夠轉手為攻 這樣國民黨未來才有生機 是 來看看中國大陸的反應 中國大陸國台辦的反應 永遠是這樣 永遠是這樣 他就講說 你這是赤裸裸的挑釁 我警告你們 不要再修憲謀獨的 邪路 邪門歪道上面越走越遠 必須懸崖勒馬 否則將玩火自焚 其實不意外 對愛每次都用這樣的語句 來恐嚇 其實聽得真的也是不開心 可不可以換別招 不過如果說國民黨 願意來調整自己的策略 來跟這個政治本來就是謀略 你可以跟民進黨來讀一讀 或是玩一玩 也許還有戲 我們先來看看所謂的朝野協商 正式啟動修憲的 他其實必要的一些基礎的手段 或者是基礎的理論 是修憲委員名單 其實你現在看到的 包括民進黨有22人 國民黨14人 民眾黨兩人 時代力量一人 這是根據立法院的各個政黨的席次來分配的 可是民進黨他唯獨讓了兩席給這兩個人 這兩個人因為他是五黨籍 或者是只有一席 所以他沒有黨團在運作 他讓給了五黨籍的林長佐 以及台灣基進黨的陳柏惟 交換條件就是說 未來在修憲委員會上面 你要支持我們民進黨提出來的趙薇 其實這根本不是什麼交換條件 我老實講 根本不用交換 因為這兩個一個叫五黨 一個叫基地黨 那實際上大家都知道 民進黨叫他幹嘛 他就幹嘛 不就是這樣子嗎 徹異嗎 所以他們本來就是徹異 我想他們自己也很難否認 因為你們的所有言論 基本上就跟民進黨一模一樣 你們沒事還在幫民進黨喬編故 還在幫他辯護 不是嗎 所以他們就是民進黨沒什麼好講的 雖然那個黨籍就可以直接 把它抹掉當不存在 可是問題是以現在這樣結構 表面上看起來五黨籍也有 民眾黨 時代力量 基進黨 全部都有 基本上台灣大致的政黨 勢力都在裡頭了 這個是有代表性的一個東西 那我們就來修 修修看 對 就修修看 我們就修修看 看現在台灣最新的民意 到底是什麼 國民黨其實還是 站在一個關鍵的位置 因為以我們憲法的規定來講 他有14個人 所以只要國民黨全體動員 不過就什麼案都不會過 問題是你覺得假設這次宪法 又是什麼案都不會過的話 你知道國民黨 我猜民進黨一定很賊 到最後他一定把18歲投票權 跟監察院那些東西 一起包裹在一起 要過全過 不過就全不過 國民黨怎麼去應對這個東西 因為你是一個關鍵少數 所以到最後假設這次修憲沒過 所有責任一定歸在國民黨身上 你每一次都要被人家當沙包嗎 你當沙包不夠過癮嗎 他們30年的沙包你不覺得累嗎 所以我拜託國民黨 這次真的要學聰明 是 不要再當沙包了 而且連我們都看得出來 我相信國民黨沒有那麼笨 他們自己也看得出來 到底民進黨在玩什麼樣的花招 另外要告訴大家的是國際的局勢 我們知道美國大選快要來這個舉行了 那大家都在等待一個月之後 美國當家做主的人是壞人做 還是由川普繼續當家 在這個階段點 在這個時間點 美國好像對台灣平送秋波 我們來看看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又來了 他又來再度對我們表達 善意跟愛意了 其實我個人是覺得蠻喜歡的 多一點 多一點 他是在75屆聯合國大會期間 美日台合辦了全球合作季訓練架構 那美國駐聯合國的大使這位女士 Craft 長得也是蠻清秀的 他29號跟我們視訊的時候 這個視訊會議上面有說 大大的稱讚我們 台灣是股善良 良善的力量 台灣需要 世界需要台灣參與聯合國 特別是公衛與經濟事務 他再次呼籲聯合國 沒有台灣參與的聯合國 就是欺騙世界 並且很可愛 他跟台灣黑熊同框 為什麼會跟台灣黑熊同框 對 這個是我們送的 我們在這個 應該說會亂世 在這個疫情擴張的時間點 我們做了一個這樣防疫包 裡頭有口罩相關的防疫東西 可是很可愛是有一隻台灣黑熊 這個蠻好的 對 這也算是台灣 又增加一點能見度 對我們來講當然是好事 可是我也必須說 這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我相信你是善意的 可是如果你真的認為聯合國是欺騙世界的話 你要不要先回去問一下 你們美國的老闆 你們美國的總統 你們美國欺騙世界多久 你們為什麼不跟台灣建交 台灣是這麼良善的力量 結果你選擇一個邪惡的力量 中國大陸 不跟良善的力量建交 你們欺騙世人多久 所以我真的拜託 如果要跟良善的力量結合 請先從自身開始做起 美國先跟台灣建交再說 可是美國要跟台灣建交 我們家的外交部長吳釗燮說 沒有 我們現在沒有跟美國建交 我搞得好亂 到底是怎樣 所以我必須說 其實吳釗燮當初為什麼要這樣講 大家如果同時注意到的話 蕭美琴也講對不對 然後國防部馬上第一級 變成智慧反擊了 為什麼在同一時間 國防外交全部都往後退 都往後說 我告訴你其實很簡單 就是美國爸爸已經警告你了 你給我跨太多步了 現在給我退回來 其實就這麼簡單 因為美國只是表達一下 我對台灣的善意 故意去棄一下老共 對川普的選舉有加分 這樣就夠了 你台灣不能當真 你當真的話 那個美國爸爸就說 退回去… 逼吹燒 越洩 請往後退 就這樣子而已 不然的話你以為 以過去民進黨的黨性 小美琴 吳釗燮這種人 沒事會自己往後撤嗎 不可能的 所以我必須說 美國其實就是擺明的 在演一個兩手策略 我一手在稱讚台灣 另外一手 後面的一手在拉住 拉住你的尾巴 你不要跟我亂動 我自尊你到這邊 其他地方不准動 要按照我的命令做 其實我必須說 從某一個角度來看 台灣還滿悲哀的 其實我們真的是不容易 你看在這麼複雜的 國際情勢裡頭 台灣的地位 或者是台灣的處境 都這麼的艱難 人家對你送秋波 對你吹口哨 覺得我真的是一個美少女 我趕快要頭懷送爆了 正要撲過去的時候 你要說你不要過來 或者是我們自己也說 沒有 我沒有喜歡他 好尷尬 是 所以我必須說 這真的是 我可以理解 吳釗燮跟蕭美姐也都不容易 因為在這麼樣的一個 台灣的環境本來就壓力很大 然後我們隨時要應變 這種國際詭證的局勢 但是我必須說 如果我們希望這些外交人員 真的能夠好好做事的話 你國內不要扯他們的後腿 不要沒事亂放消息 不要沒事在那邊做大內宣 你們這些側翼 不要每天在那邊歡心鼓舞 你歡心鼓舞到一半 美國爸爸生氣了 你叫他們怎麼辦 到最後排頭是這些外交人員在吃 所以我真的覺得 如果你們真的 談習這些外交人員的辛勞的話 不要再亂放這些造謠的消息 是 除了跟我們台灣黑熊同框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craft之外 他其實講了非常多 他也說過去 他就跟世界講說 過去我們台灣有市警 市衛 說這個疫情 COVID-19很可怕 有要來擴張了 可是我們卻被中國大陸給阻撓了 所以世界需要台灣專業的知識 還有經驗 讓台灣值得在最高殿堂 有一席之地 分享資訊 科學 醫療 這些非常先進卓越的知識 跟專業的知識 的確必須講 從來沒有一個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為我們講了這麼多話 然後這麼讚揚我們 可是聽起來不管怎麼樣 這都是一個好事 至少是加分對不對 另外紐約挺台入聯的團體 就是我們剛才看到小黑熊 送小黑熊禮物的這個團體 他們製作了Keep Taiwan Free 這個團體的名稱就叫做Keep Taiwan Free 然後製作了台灣防疫關懷包 然後贈送給美國政界跟智庫 裡頭有剛剛說的黑熊口罩 T恤明信片等物 其實也真的好想要 不過我覺得台灣用這樣子的方式 我覺得是好事 我們很會包裝 我們有策略 我們會做公關 總比隨隨便便給一些政客 拿去花好吧 當然 這一些對台灣來講 我個人認為對台灣的宣傳 永遠都需要 這是一個必要的花費 這個其實也花不了多少錢 我老實講 我就直接跟大家說 我們每年去獻給在華府的 這些遊說團體 這些公關公司的圈 遠遠超過這個數字 那些都是你看不到的 我請問看到這些看到了 至少可愛還比較好一點 但是我必須說 你也可以看得出來 美國這一陣子 儘管蔡英文政府號稱 這是有史以來最好 美國跟我們關係最好的時刻 美國也不過做到這樣子而已 他也沒打算要跟你建交 我們也不敢尋求跟他建交 然後他也只是口頭上 幫你講一講 要進你合國 大家也知道不可能 因為常任理事國就是中國大陸 然後世界衛生組織 抱歉要全體會員同意才能夠進去 你也不可能爭取到這樣一個東西 所以這些都是口惠而死不治 所以我們高興可以高興一下就好 是 高興一下就好了 不過我們可以看看 過去我們也砸了很多大錢 要我們這些友邦的小朋友們 幫我們在聯合國發言 在聯合國講話 今年他們也都做到了 他們就打了報告回來說 好啦 我們在美東時間29號 進行的聯合國大 這個聯大的總辯論會 那我們有14個友邦 都有致函 有寫信 或者是發言挺台灣參與聯合國 外交部就打了電報說 我們錢沒有白花 這句我加的 今年又是拳雷打的成績 其實這個東西 我覺得也是很吊詭 因為你明明知道 中國是常任理事國 他有否決權 只要他否決 我們就不能進去 然後我們還是花了這麼多錢 給這些小朋友 友邦替我們發聲 我都不知道這樣是聰明還是笨 我必須說 有的時候外交上這是一個必要 我直接舉中華人民共和國當例子 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的時候 其實也是一直被拒在聯合國外面 當時是我們有否決權 人家運作了多少年之後 還不是一樣進去 所以我們還是有機會 是 在2020這一年 我們站在歷史的一個起點 講的是年底有美國大選 美國到底是誰 不管是共和黨或是民主黨 以後對華 對台的政策 是不是會改變 我認為在大致上是不變的 未來20年甚至30年 中美對抗大概是一個必然的趨勢 只是誰比較緩和 誰比較激進而已 川普現在代表一個 相對比較激進的勢力 拜登其實緩和 但是他還是一樣 會繼續對中國大陸對抗 是 如果說在這樣的情形下 我們台灣到底